隨便指控人家 你這樣去告人家 你自己就可以亂講嗎 我實在很難想像說 未來我們的總統跟第一夫人 是這樣的德性 我說實在話 你不覺得夫妻兩個 現在跟刺蝟一樣嗎 他有風吹草動 整個槍都穿起來 對不對 你碰不得啊對不對 我就跟你講說他們 韓國瑜啊 你一直講說 你說大家在黑函 一個帳號什麼五千三 什麼名嘴 好啦我先承認 我有拿錢 我拿年代電視台的通告費啊 否則你我每天兩個多小時 坐在這邊錄影 我準備三四個小時的資料 那都不用錢 我在做白講 對不對 那你也講出來嘛 對啊 那到底是誰拿錢 拿了什麼誰的錢 對不對 你是不是要講清楚啊 你不可以說黑錢黑錢 誰要出錢啦 他這樣一竿子打翻一船人 只要稍微對你有點批評 都是拿錢的 之前是因為郭董還在選對不對 那他就紫色好像是說 郭董好像拿錢出來讓大家 那現在郭董不選了 還有誰拿錢 對不對 沒有錢的大家為什麼還黑你 你不覺得很奇怪嗎 這個邏輯搞不通嘛 那是在檢驗你 在檢視你 說實在話 我剛才講說那隻鳥一樣 要閉上鳥嘴 就是這樣意思嘛 對不對 你今天每天都報這麼多東西 你如果出來直播 你如果出來開一個記者會 有什麼事情 你都有新的那種語錄耶 讓人家就可以一直講 所以就常覺得說 我真的建議韓國瑜說 你以後講話之前 要不要先做個酒測 酒精測試 到底你有喝酒嗎 不然我怎麼說 這荒腔走板的說一大堆 你難道這些你不怕被告嗎 因為為什麼我講說 你要捐酒測 以前我們喝酒常常也知道嘛 對不對 酒水就三民害死 酒親就是渣民害死 真的 你不覺得他現在講話 就是跟這個一樣嗎 真的 瓜石油也會說 現在說 那種 不好意思 那種不是我說的 所以我就跟你說 講話真的要做一個酒測 那我們反過來講 你說李嘉芬告這個東西的話 當然 我之前就講說 這個是以送指棒的一個手法 對不對 我用訴訟 來指這些謠言 這些誹謗 那先決條件是要棒 對不對 要誹謗 要謠言 問題是你只要告一頭那區的時候 我講一句比較難聽 你檢察局處理的時候 也覺得說 啊 你若告一群 又這麼多人 你是人很賣的嗎 還是真的是人在爛術 所以看起來的話 你這個就是什麼 你要造成媒體的寒蟬效應 我告你 看你敢不敢講話 對不對 你跑到雲林告 人家去雲林告 這麼多人 你告這麼多人 不能宜轉管轄 到時候你說叫一堆人 被告要下去雲林開庭 不是啊 是你要來台北開庭 跟你一口氣告幾十件 而且我說幾十件的話 勞民傷財 而且這個人 到時候 好我第一次出庭 你拿不出控告的具體示證的話 當成就反控告他 那個誤告嘛 那到時候是誰官司多 對不對 每一個人 記者一個人 控告你一個反誤告的話 你有多少官司要去打 對不對 所以我就跟你說 你這個 而且我講實在話 你今天告的時候 你告什麼理由 告什麼內容的話 你以為你告蘋果日報 從總編社長總編輯這樣 一路告下來的時候 他們不會反擊嗎 到時候我出庭的時候 你要告我什麼東西 我就再把當時你告我的內容 我再把那個新聞再寫一遍 再整理一遍 整理起來也是洋洋灑灑 告時是相況隨便 對不對 我就覺得說 他們在處理這件事情上 我覺得很奇怪 這超乎我的想像範圍 我招選舉新聞 我也招二三十年 對不對 我從那個時候什麼 省議員 省長 立法委員 還有各地縣議員 總統大選也招了 我跑過李登輝的總統大選 那個北海岸的故鄉 所以就跟你講說 我沒有看過一個候選人 是這樣控告那個媒體的 對不對 這告到他們會翻過來 這有第三波 第三波 管你幾波 反正我就跟你講說 你如果覺得說你划算 你覺得這個寒淺效應 會造成的話 那你就錯了嘛 對不對 那你告 你一直告 這樣告的結果 我就跟你講 那以後你每告一件的話 哪一件事情 你知道哪一件事情 選舉剩下 今天是一百零幾天了 一百零九 對 下次開庭的時候 剩下幾天破百之後 剩下幾十天幾十天 你每天媒體就是告訴你說 你看他告我什麼 我就把當初的那個事件 再翻出來 當初的農舍什麼東西 全部在整理一半再弄出來 我就跟你講 對你的選情有幫助嗎 對不對 而且我跟你講 你告的結果之後 如果結果出來 齁 在總統投票之前 全部出來的時候 如果訴審訴審 因為你要包括 你在告的這些案子 都要貪同的 只要有證據的 對不對 全部都不成立的 如果到時候你告的這些東西 全部敗訴咧 到底是你沒名字 還是媒體沒名字 所以說你告這種東西 你真的是誰在胡扯 對不對 到時候法院認證的時候 這個不成立 這個媒體報導有根據的 那不是你倒楣嗎 對不對 那這個整個案子 你這樣告這樣 你覺得爽到誰 爽到律師嘛 對不對 那麼多人我出庭 蓋律師費你要付啊 所以就跟你講說 你覺得這樣告的話 我一直講說 你如果真的要 以重止棒 重點在棒 你要真的要考慮過 這個是不是构成誹謗 我就跟你講說 政治人家 我們跑過這麼多年的 選舉新聞 通常有告的 到選舉完之後 都不了了之 要怕哪有人 除非說你真的很具體 你已經影響到我的選情 讓我的選舉落選 或怎麼樣 已經大到那種地步的話 那個選舉 那個告訴才會成功 才會有結果嘛 我通常這種告訴的話 到最後都沒有結果 所以就覺得說 好啦 那你既然你講 我真的還是要對那個 拿錢的那個電視名字 這個我很有感 真的你不要這樣 無地放死 說真的 你光這句話的話 你只要講到 電視名嘴都可以去告你 你知道嗎 你知道嗎 你不要以為說 你這樣講電視名嘴 你沒有具體舉出來的話 沒有不能告你 其實只要有好事沒事的 電視名嘴 跟你玩的話 我就直接就告你了 對不對 對不對 對 因為你講的話 東西都沒有具體嘛 對不對 我也是電視名嘴 我是不是有嫌疑 對不對 佩芬姐當然他有嫌疑 陳總好也有嫌疑 他也是電視名嘴 對啊 我要自清啊 我覺得說 我被這樣汙子的話 我都逼你 我告你的話 逼你把那個人 到底是誰拿錢 你掌握了誰 把他講出來 所以這個是不是 你講這種話 說一句話 我經常說 你真的一句話 講出來 很簡單 對不對 你也沒有經大腦 有沒有經什麼 就話就從嘴巴這樣 就出來 問題是你要考慮他的後果 我常常講說謹言盛行 這幾個月我不知道 整個月就開始講到現在 真的 你有時候在講這些東西的話 你要不要 現在要莊重一點 我說真的 韓國的構成就拆掉了 以前我們說他做不住嘛 對不對 你說國政顧問堂 要叫他上課的話 也做不住嘛 對不對 現在你在講話 他覺得說 我講話你夠限制我 乾脆我隨便依照我這個 問題是你的腦袋 停留在70年代 講出來都是以前的事情 不然就是歧視 對不對 鳳凰跟基兵都搞不清楚 對不對 所以我就跟你講說 你這個講話很快 很那個的話 說真的你今天要當政治人物 尤其是公大會的政治人物 其實你在當高雄市場的時候 就應該謹言盛行了 直轄市